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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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a microscope with a camera is set up there we take photographs of each of the 50 water drops individually we first take photographs of water that we did not put any information in then we take the water with information and do the same procedure just described we take those before and after photographs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when we projected the feeling of love and thanks to water it made the most beautiful crystal the times like this I think water is at peace 这个实验既很有意思又确实令人震惊 自然界一切的一切的确是一个整体 根本无法分开 你的心好了他们也就好了 你的心坏了他们也就坏了 今天科学实验的证明 和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所讲完全一样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人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念头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那么请看下面的科学实验 水能够看得懂人的意思 在玻璃瓶上贴上感恩感谢 水的结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管用哪国文字 只要人的心是感恩的心 意念是感谢的意念 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好 这是中文的感谢 这是葡萄牙文的感谢 这是韩文的感谢 这是芬兰文的感谢 这是俄文的感谢 这是罗马弥亚文的感谢 这是泰国文的感谢 这是西伯来文的感谢 这是土耳其文的感谢 再给瓶子上贴上其他内容 比如夫妻之爱 水的结晶竟然是大结晶拥抱着小结晶 就像告诉人们夫妻恩爱中 各自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再贴上家人之爱 水的结晶竟然一层套着一层 重叠在一起 如同三代同堂 仿佛在告诉人们 真正的家庭之爱 是老幼不能分开的 再贴上邻居的爱 水结晶里面的六瓣 紧密地围凑在一起 好像在互相帮助 再贴上相思相爱 水结晶竟然出现阴阳两种样子 就像一男一女 仿佛告诉人们 男女有别 各守天性 才能紧密在一起 相亲相爱 再看这个水结晶 它是不是非常的美 你知道给它贴上了什么文字吗 就是人们常常说的 也是人们最爱听的 我爱你 这些无数的美好的水结晶 这些几百万次的科学实验 揭示出来了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和真理 也就是说 不管是人类 还是山河大地 世间万物 没有不喜欢美好的 没有不需要爱的 你真正爱它 它给你的回报 没有不是美好的 连水都需要爱 更何况人类呢 那么水能够看得懂意思 它还能够听吗 下面就是对着一杯水 朗诵江本圣博士所作的一首诗 欢迎来到地球 这一趟路途遥远 真是辛苦你了 这里暂时会是你甜蜜的家 你就在这里 慢慢平复旅途的辛劳 爸爸跟妈妈会一直守护着你 你知道水听到这首诗之后 他的结晶是怎么样的吗 这就是他听到这首诗的样子 你看这杯水的结晶 多么的美好啊 如果你把这杯水喝下去 我们相信你的身体一定会很健康 很受益 这就是你对一杯水很好 这杯水给你的回报 现在科学试验还要证明相反的一面 给水瓶贴上很恶的文字 这些都是不善的意念 结果会怎样呢 这是贴上混账之后的水结晶 这是贴上了你给我做的水结晶 这是贴上了恨死了杀了你的水结晶 大家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水正是人心的一面镜子 你的心是什么样子 水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 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 你见过吗 你可以告诉他 我见过 我有一颗爱人的心 我的心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许多小学生做实验 现在把水换掉 换成草莓 这是许多小学生做的实验 他们把四个草莓放到四个罐子里 分别贴上四个标签 爱 谢谢 空白 混账 一个星期之后 被爱的草莓依然润泽鲜红 被感谢的草莓只有三分之一变质了 没人搭力的空白草莓 整颗都发霉了 而被骂作混账的草莓 就像已经死掉了一样 枯萎在一边 这些实验任何人都可以尝试 人的意念对他好 他就好 人的意念对他坏 这是观看莲花之后的结晶 这是观看绣球花的结晶 结晶的中间竟然出现了一朵一模一样的绣球花 再给水看大象的照片 水的结晶里真的出现了大象 这是大象的长鼻子 再给水看烟花的照片 水的结晶中竟然出现了五彩缤纷的烟花图像 这是给水看教堂的照片 相当的圣洁美好 这是给水看日本的寺庙 他的结晶出现了寺庙的屋顶 还出现了屋檐下的柱连绳 画一个新的形状给水看 水就出现像新一样的结晶 人心的力量如此强大 可以和谐一个世界 也可以毁灭一个世界 在这项科学实验的影响下 许多人开始进行另一项实验 就是用感恩和祝福的信念 来改变周围环境的分子结构 来改变周围的物质结构 2003年7月25号 江本胜博士将一瓶东京的自来水 放在办公桌上 并且拍摄下来他的结晶状况 可以说非常的丑陋和扭曲 然后打电话给几千公里之外的 两百多人 试验开始 这些人于是对着东京的方向 以爱和感恩这样最美好的信念 为几千公里之外的这瓶水祝福 结果原来惨不忍睹的这瓶东京自来水 竟然完全改变了结晶的形状 变成了这副样子 人类伟大的爱心 不但可以超越时间 还可以超越空间 这个实验报告在联合国放映时 许多观众感动的热泪盈眶 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天地万物是能够和谐相复的 前提一定是人心要改变 只要人心变得美好善良 人类恢复伦理道德 人们坚信一切灾难和不幸都能化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Covered